走出法院被民眾追打 他是因為虐死兩隻貓咪被判刑 還被台大退學的陳昊陽 他不滿退學處分 打行政訴訟要求台大讓他復學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29日判他 因為法官認為他的行為嚴重損害校域 台大獎懲辦法也明定 被判有罪確定得以勒令退學 因此認定退學游離 從澳門來台就入台大化工系的陳昊陽 三年前在北市清田街徒手殺害睫毛大橘子 因此被起訴 沒想到開庭前夕他又再度犯案 鎖定景美這間蔬食餐廳的店貓斑斑下手 徒手虐死斑斑再騎著單車離去 把貓屍丟入河中 不到一年時間 就奪走兩條無辜貓咪的性命 他因此被判刑 前十月還被台大退學 嬰兒打行政訴訟要求復學 東新聞台北報導